民众照常过马路 远处却因炸弹袭击冒着浓烟 形成强烈对比 乌克兰首都基辅5号清晨发生多起爆炸 这也是几个星期以来 在基辅的市区和郊区生活 慢慢回到正常后的第一次袭击 一家修理铁路车辆的工厂遭到飞弹袭击 建筑全毁再度引发民怨 俄罗斯国防部则指出 俄军空袭击辅郊区 击毁了由欧洲国家提供的一些战车和其他装甲车辆 俄国总统普丁也警告 如果西方国家供应长城飞弹给乌克兰 俄国将猛攻乌国境内更多目标 如果他们不必要 他们不必要执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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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用自己的装备 这次基辅遭空袭 是4月28号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访问基辅以来 基辅首次遭到飞弹袭击 甚至有一枚飞弹飞往基辅途中 低空略过邻近基辅南方的核电厂 一个不慎恐怕引发核灾 显示俄国从乌克兰北部撤军 专攻乌东之后 还是有意愿和能力攻打基辅 华语新闻 陈静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